韩国人欢呼 泡菜逆差终于缩小了 可是这真代表韩国的泡菜足够了吗 什么叫泡菜逆差呢 韩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咱们知道韩国普通老百姓天天都要吃泡菜 可是大家知道吗 韩国每一年既大量出口泡菜的同时 也大量进口泡菜 每一年的泡菜贸易总额都有几亿美元之多 可是前两年韩国人就抱怨说 他们每一年出口泡菜的金额是少于进口的 换句话讲 韩国每一年都存在上千万的泡菜逆差 这对韩国来讲似乎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们认为韩国是泡菜的发明国 怎么韩国进口的泡菜比它出口的还要多呢 今年韩国的泡菜逆差缩小到了880万美元 所以韩国人本来还是挺高兴的 但是仔细一算账 韩国人才发现他们之所以缩小了逆差 并不是因为进口的泡菜少了 而是来自中国的泡菜降价 大概平均降了10% 他们其实进口的泡菜更多了 只是中国的泡菜更便宜了 他们的逆差才缩小 而且大家知道吗 韩国虽然同时出口泡菜 出口泡菜的金额和进口泡菜的金额差不多 但是呢出口泡菜的数量却远远低于进口泡菜 为什么 这是因为韩国的泡菜卖的太贵了呀 韩国的泡菜今天虽然远消海外各国 但是大家都清楚 那基本是因为有很多海外韩国人在购买 真正别的国家 你说吃韩国泡菜的人数量还是很少的 尤其是呢 那些在异国他乡居住的韩国人 远离本土十几几十年了 他们还抱定着老思维 觉得就是韩国生产的泡菜最好 所以呢 才每一年大量的购买韩国出口的泡菜 而韩国本土的老百姓呢 他们早就开始大量的食用来自中国的泡菜了 为什么够便宜呀 曾经有人做过比较说 中国出口给韩国的泡菜和韩国本土售卖的泡菜 其价差大概在八倍到十倍之多呀 所以今天韩国各大超市中 有大量的中国泡菜售卖 今天韩国大大小小的餐馆提供的免费泡菜 99%的都是来自中国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价格够便宜 更关键的是品质更好 咱们山东的大白菜 大萝卜 辣椒 大葱 那哪个质量不比韩国本土生产的好啊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韩国国内消耗的中国泡菜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价格它真的是惊人的便宜啊 韩国本土老百姓已经完全接受了 换句话讲 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 对不起 他们在泡菜上就要很花上一笔 而大量在海外生活的韩国人呢 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呢 他们还得花大头钱买来自韩国的泡菜 可是我觉得假以时日 这块海外市场慢慢的也会被中国泡菜所抢夺 毕竟韩国本土都已经大量接受了 所以啊 未来这个韩国的泡菜逆差 恐怕还会进一步拉大的 是的 未来可能不光往韩国捣挡点大米 捣挡点辣椒能赚钱 运点泡菜过去 那也赚钱呀 empto Kombat 哦 兄